以政治场面来讲 我觉得有政治上的意义 你要鼓噪你的支持者 给他们信心给那个加油 我们要相信党主席的清白 我觉得这样做是没问题 只是说这些人 所谓现在在讲所谓的阴谋论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 在吐这个党主席的位置 我不知道 我们也不清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 整个党的危机 从政治现金一路到 所谓的募肯的金流 然后所有的辅报 虚报 然后总检讨反省的记者会 一直到真正的进入到司法程序了 感觉上所有的 所谓的应变小组也好 或是所谓拆探小组 很像没有真正的有办法 好好地替柯文哲来解套 每次一出一张嘴 然后就会让其他的人来打脸 我觉得这实在是做到 好像说你真的生鸡 不然放鸡仔一大堆 每天都出一点包 受难的是谁 不就是柯文哲 或是他们夫妇吗 所以我们都从阴谋论来想 就想说是不是 其实内鬼就在党中央里 谁才是卧底 我们也很想要知道 所以不管主席现在 他是请假也好 或是将来要请辞也好 不管怎样 民众党还是要生存下去 所以你们这些人 在党中央的这些人 不管是应变小组 或是所谓的高层 其实你们应该要静下心来 应该真正的替柯文哲 去怎么 去为他的司法程序也好 整个案件给他更好的意见 然后外界的公关危机 公关处理 你应该交给更专业的人来讲 而不是每天放一点炮 然后今天讲 明天又改变自己的手法 然后一律的都怪说 是媒体在误导你 对我觉得连这方面 我们在第一线我都觉得 我们不知道怎么替他解释 好目前针对柯文哲案子 只查到金华城 那这个金华城案子 法官是判他无保请回 那我们现在连线给 前民众党的台南市的党部主委 蔡婉晴在现场 婉晴 婉晴有听到吗 主持人好 有有听到 婉晴请问一下 因为现在大家都说了 好阿伯目前看起来暂时没事了 但是民众党里面 可以看到昨天开记者会 那今天这个许府也出来发言了 现在民众党内是一个 什么样的氛围呢 其实我觉得以现在大家 大家来看的话 阿伯可以无保的请回 其实对于党内来讲 但是士气大正 因为所谓的支持者 伤心的也好 或是感觉到失望的 在前一波确实有受到打击 因为所谓的政治现金金流 还有木口那边是讲不清 确实让整个民众党 是所谓的信用破产的状态 那当然阿伯随着他 这一波的司法的案子 正在进行中 那他昨天终于可以先暂时的回到他的住所 可以感觉上大家觉得很像都没事了 所以整个对于支持者也好 对党公子也好 当然他要塑造 就是阿伯确实是清白的 你是有 是不是有所谓的执政长来介入 这个氛围确实是很明显的 弥漫在党内 但是我说真的 如果以支持者的角度 他当然是一致的相信说 确实是清白的 对那现在整个党 党部当然你要顺着风这样走 当然是没问题啊 因为一个党 确实党主席是我们的民众党的党魂 他当然不能倒 但是所谓的党中央 你要透过去操弄小草的情绪也好 让大家很激愤很激昂的去到北柬 深远我也觉得这是没有问题 因为毕竟大家都有情绪 大家也希望党主席真正的可以回来 因为身为既然都叫支持者 当然是义无反顾的支持他 没有错 但是所谓的党公职方面 我觉得是不是要更冷静 包括他的幕僚也好 你应该更冷静的来思考 如何去应对帮柯文哲来解套 包括帮他解蛋 所谓的公关危机 也应该是由身边这些人 一一的来为他拆解 而不是像昨天明明是记者节 每位记者其实都很辛苦的在第一线 在跑这几天的这些新闻 大家都没有得休息的情况下 我觉得党中央还要去挑衅媒体 我觉得这是不太OK的 所以说你说整个危机上要怎么处理 我真的还是觉得说要扩大决策圈 应该让可以真正解决事情的这些委员 我只是中央委来 好好做相信跟主席来讨论该怎么去面对未来的司法案件 那请教婉婷 因为昨天有很多人说 因为你说当然大家这个全体就觉得相信这个党主席是没事的嘛 但党主席也可以换人啊 会不会有很多人心存恶心呢 因为我昨天就很多人捕捉到像黄国昌的表情好像不太一样啊 还是有很多人在观风向呢 像说什么馆长啊也是在家里面打完电动啊 然后之后还要投票才决定要不要出去啊 其实有很多的小草或者是很多的这个网红啊 或者是民众党里面的人也在看阿伯这一波有没有事情吗 因为如果说那个大家在意测啦 说国昌老师的表情或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不用过多的去解读他的表情是长怎样 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 那我相信说真正的党公子是真正想要帮克文哲想办法解套的 帮他想办法或是凝聚所谓的民众党支持者的这些人 一定都马是第一时间就站出来在深远他 而不是说真的在观望整个局势到底是压还是不压 还是说有罪还是没有罪之间在做判断才做下决定 所以我觉得真正在阿伯从连检那时候的征讯开始 一直到移送到北检其实一开始我们所看到的新闻画面都是北检外面其实只有少数 甚至是没有人没有小草甚至只有几个人一直到后面才变成越来越多的党公子出现 当然我觉得以一个党的营运来讲 你本来就要去护驾你的党魂 你的党主席 我觉得这是必然的 社会支持者一定要这么做 那你成为党公子来讲 你其实也更应该在位置上的这些人 你本来就要带头来做这些事 虽然这些所谓的法 依法来看这是违法的 你不能在法院外面来纠结机会游行 但是以政治场面来讲我就有政治上的意义 你要鼓噪你的支持者给他们信心给那个加油 我们要相信党主席的清白 我觉得这样做当然是没问题 只是说这些人所谓现在在讲所谓的阴谋论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图这个党主席的位置 我不知道我们也不清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整个党的危机 从政治现金一路到所谓的木可的金流 然后所有的辅报 虚报 然后总检讨反省的记者会 一直到真正的进入到司法程序了 感觉上所有的所谓的应变小组也好 或是所谓拆探小组 很像没有真正的有办法 好好地替柯文哲来解套 每次一出一出一张嘴 然后就会让其他的人来打脸 我觉得这实在是做到 好像说你真的生鸡两个不就放鸡仔一招 每天都出一点包 出一点包受难的是谁 不就是柯文哲或是他们夫妇吗 所以我们都从阴谋论来想 就想说是不是其实内鬼就在党中央里 谁才是臥底 我们也很想要知道 所以不管主席现在他是请假也好 或是将来要请职也好 不管怎样民众党还是要生存下去 所以你们这些人 在党中央的这些人 不管是应变小组或是所谓的高层 其实你们应该要静下心来 应该真正的替柯文哲去怎么 去为他的司法程序也好 整个案件给他更好的意见 然后外界的公关危机 公关处理 你应该交给更专业的人来讲 而不是每天放一点炮 然后今天讲明天又改变自己的手法 然后一律一律都怪说是媒体在误导你 对我觉得连这方面我们在第一线 我都觉得我们不知道怎么替他解释 所以婉杰是觉得说党中央里面不要出一张嘴 可是阿伯一出来之后啊 就在脸书上面po文说 啊他被检方破坏跟凌虐 那你自己怎么觉得阿伯要怎么样自证清白呢 因为他现在说他被检方凌虐 其实我觉得有没有凌虐的事实 也只有他跟检方之间会不知道 我相信他旁边就有一个裴征的律师 有郑律师在 所以其实有没有或该怎么样去救济自己的权利 其实郑律师自己应该会有所帮助 那主席当然他本来就是 他是一个很直白的人 所以他今天会有所谓的情绪上的疏解 我觉得都是情有可原 他写在脸书上 当然一定是表达他这一天所遭受到的不悦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发言也蛮符合他一直以来 本来就是要一条灯灯灯灯灯就说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都还好 但是如果真正的你觉得 司法上有对你有追杀也好 或是不真的去问 那我们可以请我们在立院的那八席立委 八家将都已经即将要开议了 你们就可以通过他们在忙了 没时间了 你可以透过你在立法院的职权上面 你可以叫法务部来跟你说明 是不是检调在问案一直以来都是用这种方式 你去检讨所谓的法务部相关的部门 所以我觉得这是所谓的党内的这些立委们 你可以去做的 而不要说在网路一直说带风向给小草 影响支持者 然后跟大家讲说 这个绝对是司法不公 然后执政党当局在对你追杀 我觉得做这种过多的言论很容易 让人家有更多的分裂 分裂也好 或是政治色彩 晚期现在有一个立委很真心在帮阿伯 黄珊珊 因为柯文哲第一时间不就跑去找黄珊珊吗 大家有想说你第一时间怎么不回家 跑去找黄珊珊 是要易当年吗 还是要寻求这个法律顾问 其实他为什么去找珊珊 其实这个就要回归到他们自己的决定 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回去 而选择是黄珊珊他们家 那如果你要讲他们当然他们都是金华城的当事人之一 那是不是说阿伯回他家 他们有没有可能 也没有可能只是要再多对当年的市政来做一些回顾 或是 益当年是不是 这个时间点好像不是太好 或是说单纯只是 就像他讲 因为避免媒体来骚扰 所以选择珊珊珊珊 做一个暂时的庇护 当然也是有可能 因为他们讲什么我们本来就没有办法议策 对对对 只是说在做这些行动上面 我觉得现在外界一定是多会 要再想一想 对会用放大镜来解释 所以也希望说主席 当然希望他平安无事 但是在做所谓的政治上的工访也好 或司法上的工访也好 其实都要再多加留意 不要被人家做文章 好谢谢婉晴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不请不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